南无阿弥陀佛 三开书到一百三十二页 第三点药医 四药剂 二十四首 缩币四首 四首我们解释了行门的闺蜜剂 解门本院剂 一百三十二页第二段 谭兰大师他解释往生论 他抓住一个核心要点 就是一条主线 就是佛本院立 所以谭兰大师的往生论著 最后的结论 他说 凡是身比净土 即比菩萨仁天所起诸行 皆远阿弥陀如来本院立故 这些话都是非常干脆的 真的是前五古人后起来者 凡是 圣阿弥陀佛净土 以及 比净土的菩萨仁天 所起一切诸行 都是靠阿弥陀佛本院立 这很果断干脆 毫不含糊的 那么从哪里来呢 就从往生论 得出的结论 也是根据净土三部经 这里呢 我们就举出了 一些要点 跟大家来说明 比如 往生论著 开宗明义 往生论著呢 有时候我们讲四个字 有时候我们就讲两个字 有时候就讲一个字 在我们本门里边 都要明白 尤其是我们书记处的法师们 讲论著 论著是什么书 没听说过 讲著 著啥 什么著 这都有特别的说明的 讲著 或者讲观金四切书 或者讲观金书 或者讲四切书 或者讲书 那都特指上导大师的 讲著就指这本 往生论著 开宗明义呢 即指此论为一行道之书 所以开宗明义就是一开篇 锦暗龙树菩萨 施助披布刷云 菩萨求阿批八字 有二种道 一则南行道 二则一行道 这就是开宗明义 其中就说到 此 无量寿静 由不提舍 可盖上言之极致 不退之风行 那么就说明这个 往生论呢 就是一行道之书 它根据什么来说 一行道呢 其实它解释了 它里面有解释的 就是根据这个记子 欲无空过者 容易往生 容易到什么程度 容易到你欲无空过者 欲到都往生 没有一个空过 当然这个欲无空过者呢 有在净土之欲 也有在这个 惠土之欲 解释到一行道 之所一意 在于佛力 但以信佛因缘 衬佛愿力 皆得往生 比清净土 佛力助持 即入大乘镇定之据 这不讲到佛力吗 那么它这个所谓的佛力呢 也就是根据这首记子的 观佛本愿力 那么在论著的结论 这是开篇是这样的 开篇就是跟这首记子 密切的挂钩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 它就是依据这首记子 作为眼目来看 所以我们看一本论 我们看一部经 一定要有眼睛 没有眼睛你怎么看呢 就好像这个房间是一片黑的 你进来看东西 如果你有灯笼 灯笼照到哪里哪里 照到哪里哪里亮 你才能看得很清楚 要得眼 那我们看网生论 要读懂的话 就是要抓住这首记子 这个时候呢 你从头到尾 什么 你都能看得明白 所以网生论著呢 从开宗名义到最后结论 都是和这首记子紧密挂钩 结论里边 举出了弥陀三愿 证明众生速得菩提 在于弥陀本愿力 这个是从哪里得到启发呢 是根据此记所说的 佛本愿力 能令速满足功德大饱海 所以贪论大师呢 就举出第十一愿 举出第十八愿 十一愿和二十二愿 来说明我们 速记成佛 广度众生呢 都是因为佛的本愿力 而弥陀大师的这个论点论据啊 他这种证明的方法 是很果断干脆的 都是说论说呢 五念门成就 速得成佛 然何求其本 阿弥陀如来 本愿力为真上缘 若非如此 四十八愿便是涂舍 如果不是本愿力 那么四十八愿就是假 就没有用 虚了 这个话你说 你从道理来讲 你无法辩驳 何况天行菩萨 本来就这样说 所以既取三愿 用正异议 我就取三条愿 然后列出这个三条愿 这是首尾呢 就衔接在紧扣 这个本愿力 不需做注视功德 这首记子 那么中间示意的时候呢 这样的话就很多 或说愿往生者 皆得往生 或说 但令不诽谤正法 信佛因缘 皆得往生 这不很容易吗 对吧 那么原因呢 都是跟这个记子相关 跟这个本愿力相关 或说实念叶成 实念怎么能叶成 原佛愿力故 实念念佛便得往生 这也完全是根据 阿弥陀佛的愿力 或说 不断烦恼 得涅槃分 这个繁复众生 不断烦恼 能够得涅槃 靠什么 于无空过者 靠佛本愿力 速满足功德大宝海 等你断烦恼 断哪一天啊 三大阿僧期节都过了 不用断 现在就 满足功德大宝海 现在就让成佛 快啊 这些呢 都是在说明 佛本愿力 令愿者无空过 这个愿者 就愿生也是愿者 信佛应愿也是愿者 这个信愿行 实念也是愿者 信愿行 就是得欲佛的本愿 而解释观察门 二十九种功德庄严的时候 这个观察门 二十九种功德庄严 在整个 广生论的寄送当中 占了绝大部分 所以 二十一首寄 拿着比例讲 那太高了 他乱大师是怎么解释的呢 你看 他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是解释 佛 上卷是寄送 解释寄送 他每一首寄字呢 他都有一个问 问什么呢 佛本何故 其此庄严 然后底下说 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这就是什么呢 此事观察佛当初之本愿 第一个 观佛本愿力 这个观鼻世界相 胜过三界道 然后就问了 佛本何故 其此庄严 然后见此三界 是染物相 虚伪相 颠倒相 轮转相 无穷相 等等等等 这些恶劣 所以佛要让众生 置于无穷处 置于众生 不无穷处 置于大安乐处 所以 其此本愿 这是观察佛 当初发本愿 是观佛本愿 那么在下一卷解释长行 他每一首 这个每一个功德庄严 也都这样问 此云和不思议 因为长行是 说这个 二十九种功德庄严 成就之后 三种成就嘛 二十九种庄严呢 说这个 意不可思议功德 自立地他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呢 然后说 哎呀 这个花怎么不可思议 这个水怎么不可思议 这个风怎么不可思议 这都是靠老迷途的本愿力 光明怎么不可思议 光为佛事 焉可思议 以佛愿为佛 为我命 焉可思议 这里边都讲了很多 大家回去可以一条 一条的对应去看 此呢 是观之于佛的本愿力 所以呢 虽说观察二十九种功德 以解归宗于 观佛之本愿 以及本愿成就之力 这泰兰大师 他的示意的一个大光 大框架 如果以我们 一文解义的话 你就根本没有宗旨 所以任何啊 他就是要一以贯之 他能够找到 他这个根本 一的东西 这一以抓住以后 全部都拎过来了 那如果我们的文字来看啊 第一条什么意思 一文解义 那就没有用 他是把这二十九条 庄严 都贯穿在佛本愿 即佛本愿力当中 这么解释起来 那就特别的通畅 酣畅淋漓 你觉得这个主线啊 特别清楚 像人的脊梁骨下 给你抽起来 这整个就带起来 那我们一般的就很散 不聚焦 我们各位 都得了散光眼 你不信 你看 你看这个经文一打开 都散光眼 不是五十度 一百五十度 五百度散光 看什么 一片模糊 他让大师那个眼睛亮啊 聚焦啊 散光眼什么意思 晚上看月亮 今晚怎么听着两个月亮 勾勾月两个 一片 扩成两个 不聚焦 有的人看七八个 所以他看二十九种工作专业 就是二十九种 他看不出一条线 他让大师解释呢 就从观佛本愿和观佛本愿力 这一大段呢 是专门的说明 观佛本愿力这首记字呢 重要性 下面呢 两段是把这两首记 就闺蜜记和本愿记 合在一起来解释 说明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刚才说过的一节起行 行其解决 诚然 往生论为纯然 佛力之教 异行之道 不仅是异行之道 也是超越之道 以速满足功德大巴海 观佛本愿力 欲无空过者 这容易 然后说呢 能力速满足 功德大巴海 超胜 所以佛力 异行 超越 但是佛本愿力 究竟是如何产生起 不须做 助持功德之作用呢 这话说起来文周周的 那没办法 因为他就这么说的 因佛本愿力这首记字 它的标题呢 叫做 不须做助持功德 这个不须做助持功德 怎么理解呢 必须和我们 这个虚做不助持 反过来才能理解 什么叫虚做呢 就搞到后来一场空 竹篮打水一场空 叫虚做 空的没有用 在这里使劲修行 凡夫所做的 叫虚做 磕了多少头 修了多少功德 记了多少多少 我行的多少善 做了多少功德 有漏有违 虚做 那么佛的功德呢 不虚做 不可能有 不起作用 虚假 不会 真实 这个的真实和虚假 不是我们一般语言 概念当中说的 真啊假啊 它是就体性来说的 就体性来讲 凡夫这个所思所念 所谓一切全是虚假 整个三界都是虚伪相 所以它这个真实 你听到真实这两个字 就代表成佛 就代表解脱 就代表真如实相 是这个角度的真实 不是说我这人讲真话 那都是假的 梦中说梦 梦中真实也无所谓真实 不需做住持 不需做呢 是佛本身的功德自立 同时利他 让我们就所谓的欲者无空过 这就不需做啊 不然的话你不就空过了 遗漏了不就虚做了吗 什么要住持呢 住持就是说 驻扎在你的心中 然后呢 能够摄持你 让你不退 让你不变 像这个苹果 你时间长了 就要变味了 所以计划五进 风日不韦 赋岁和 事汉不结 这就是由龙来住 比如说这个水 这个井水 如果大旱的时候 水就干了 但是如果里面有龙王的话 那会干吗 那不可能啊 海龙王在这住着 那么他就是住持的力量 让这个水永远都不会枯净 那我们这个花如果摘下来 这花就枯萎了 因为它没有那种生命力住持 那如果放在五进居天呢 它就不会枯萎 所以这个住持就是说 既然这个树叶 仰边这个树叶 它长在树上 这个树呢 就会支撑它 让它呢 心情向荣 如果它断了 掉到地上来了 没有这个树的生命力来住持它 很快就要威锁 然后就枯萎 发焦了 所以这样有住持 那我们身体一样 我们人这个身体 你能够讲话 能够看 能够说 我今天精神头不足 今天精神很好 是因为它里面有精神 有神识的住持 那么人一死呢 人死了就没人住持了 当下他就说 过几个月 你们就可以学那个不敬观了 那我们人那个修行 所有一切功德 你这个善心 靠自己能够住持吗 我们自己本来是 你要住持就是毒苹果 毒的 三毒 那么一定佛的正道大慈悲 出示善根 正觉阿弥陀 法王善 住持 然后在我们心中 像我们念这句名号 那佛的名号功德呢 住持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呢 这个 献身不退 平胜夜沉 现在就活得滋润 脸上就放光 再愁也美 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呢 他理解 就说 这个不许做住持功德 到底怎么样在我身上起作用呢 他就是文字归文字 要落实在心里边 这个 必须呢 进一步的 要跟心地的羞耻结合起来 所以这个提问 是正常的 或者说 在理解安心上 虽然知道有佛本愿力可靠 那当然了 靠上本愿力肯定能往生 那毫无疑问的 那怎么靠上去呢 大家不会自然问这个问题吗 说趁上佛的大愿船 可以到极了 那我当然相信啊 那怎么趁上去啊 所以解门 然后要落实在行门当中 落实到个人羞耻上 究竟怎样才是 靠上了佛的本愿力 这不是很重要吗 对不对 这一段呢 是提出个疑问 下面呢 就来给出答案 这个答案就在本纪当中 本纪啊 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字 就是欲 欲子 若不欲佛本愿力呢 则空然而过 那就是虚作 不能住持 如果欲佛本愿力呢 则欲无空过者 那就不虚作 能住持 若欲佛本愿力 则无一空过 欲是交汇 欲是两个人 他就是 这个交集了 会面了 会合在一块 这个叫欲 我今天遇到谁了 肯定就碰上了 当众生心 欲佛本愿力 交汇的时候 即被佛所救 无一遗漏 我们的心遇到佛本愿力了 这就当下就被救了 这还是一个说法 对此呢 天经菩萨个人的答案是 他怎么遇呢 我一心归命 尽十方 无碍光如来 愿生安乐果 也就是说呢 通过了知阿弥陀佛本愿力 而产生归命愿生之心 说阿弥陀佛 我就靠到你了 你老人家 全包了 你是真实功德 我是虚假功德 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全靠上你 归命 我愿生你的净土 那现在做什么 我没有做的 就是 称笔如来名号 如笔如来光明志向 如笔名义 如实修行相应 我就念 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 我就赞叹你老人家就可以了 真行 你行 你行 你真行 这是称赞法门 赞叹阿弥陀佛 这个呢 就是欲 可之所谓名号 正是佛与众生的交集之点 一心归命 归命 到哪里 集中在哪个地方 净十方 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底下呢 打了一个批语 就如同两物 焊接之处 你像我们这个电焊宫啊 这个铁棍 跟那个铁棍两个钢窗 给它焊接起来 它不就是成为一个整体了吗 那阿弥陀佛的本愿力 和我们的众生 和我们的心 这是两件事 但是在六字明号呢 你给他 一念阿弥陀佛这两个 就焊接再快 通过六字明号 把我们俩 把佛和众生就焊接了 拿摩两个字 就是我们这边的焊接点 阿弥陀佛四个字 就是佛那边的焊接点 就拿摩阿弥陀佛 就喝在一块了 拿摩是我们的心 阿弥陀佛就是其行 阿弥陀佛就是佛的本愿力 所以这一个六字明号当中 既有一心归命 也有佛本愿力 所以这六字明号 本身就是两手祭子 拿摩两个字 就是一心归命 约马上 阿弥陀佛就是 观佛本愿力 欲无空过者 所以上海大姐说 以思一顾 必得往生 哪个空过 你看这个拿摩阿弥陀佛 这不是焊接了吗 就通过六字明号 六字明号是万能焊接交 就是把大家 把佛跟众生 紧紧的成为一体 佛本愿力垂现为明号 众生心口称念 彼此不离 佛本愿力显现 就显现在这个名号上面 不然的话 佛还是佛 你还是你 那么这个本愿力 怎么起作用呢 就是通过这个名号起作用 你只要称念名号 就发挥着作用 一例子叫我们坐飞机 我们讲这个空气动力学 这个飞机的发动机 怎么有什么什么 这个能够载人飞行的力量 它就体现在飞机这个产品上面 你只要坐上去了 什么科技生产力 什么空气动力 通通都能实现 像那个手机 什么移动电信 什么 电子信息转换 这一切 科技生产力 怎么体现 就体现在产品上面 这产品你要用 它所有的力量 就在里面体现出来 是不是啊 像我坐这个板凳上 这个板凳要有力量 把我层起来啊 那么它要体现在一个产品上面 那么佛的本愿力 不是个虚空的想象 它就成为一个有形 可见 你可触摸的一个名号 这个名号就是 阿弥陀佛的产品 十方法界 最高的 最圆满的 这个法 成为这个产品 你只要 这个产品使用方法 很简单 信念口称就可以了 说阿弥陀佛给你发了个手机 结果这个手机呢 靠你的肉指头是打不通的 你这个指头能放光 才可以打得通 手机发你等于没有发嘛 对不对 我也变不成那么一个光手 这是阿弥陀佛六子名号 就是你凡夫 信念口称就可以用了 这个 现代科技产品啊 你看这个叫苹果啊 手机它为什么愿意好用啊 就它非常的方便 一个指头就可以 叫做叫做拇指足 一个指头就可以用了 将来的话 也可能连指头都用不着 眼光扫一扫就可以用了 那不更好了吗 那你这个指头扫的 就要淘汰了 所以这个六子名号是不可思议的 并不是说你要坐那里 这个打坐 打瞌睡也好 不管呀 怎么要弄呀 费好 费好大的力气 每天电脑多少人 还说还不管用 谁还用这个六子名号 不是说了 一个手机 每天在上面倒 三万次 才偶尔拨通一次 哎 还没打完电话 不又断线了 这个手机还卖得掉吗 送不送不掉 喊卖 阿弥陀佛名坏是 这个手机 每天你要喊他三万声 偶尔阿弥陀佛能听到一声 这个阿弥陀佛有什么本事 所以你深深念佛 你自己在口中念 你自己都忘记 自己都听不着 有时候我们念佛 叫做有口无心 干别的活 嘴上念 那么阿弥陀 那么阿弥陀 管不管用 管用的 绝对管用 你没有听着佛 就听着了 就好像我们高空作业 绑一个安全带 这个安全带 你随时能感受到吗 你一滴往下一掉的时候 哎呀 感受到拉住了 绝大部分是感受不到的 那么起不起作用呢 起作用啊 所以我们 你就是没有感觉到 自己在念佛 而记得很清楚 但是它是起作用的 这六字名号 就是安全带 捆住你 你有口有心 你有口无心 只要有口就可以了 那么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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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亦乐乎 那么阿弥陀 那么阿弥陀 不亦君子乎 那么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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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亦乐乎 对不对 你只要念佛 你多好啊 乐意往右 不至老之将至 孔老夫子正生活 我们完全可以过 所以本愿力呢 垂陷为名号 不仅此祭 所有三言二十九种功德庄严 也皆通过名号与众生发生交集 不然此土会染的众生 又如何能够攀缘彼佛的净土呢 你比如说第一首记者 观彼世界相 胜过三界道 那如果没有名号的话 你也就是想象而已 想一下 哦 胜过三界道 究竟如虚空 广大无边际 哎呀 我还是房子才四十平方 五十平方 那么跟你 你怎么发生关系呢 正道大慈悲 出世善根 真慈悲真很好 但是落实不到你的身上 这每一首记者 必须都归在名号当中 这个本愿力就活了 就跟我们发挥了作用 好 我们把这一点 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四要记 二十四首记者 龙缩为四记 首一记 尾一记 这是自立地他 中间二十一首 又缩为两记 清静 功德这一记 观佛本愿力这一记 这两记 一报正报 何为一记 观佛本愿力 那么观佛本愿力 是解门 本愿记 一心归命 是行门 归命记 这两首记者 有互相必然的关系 我们讲到 这两首记者 其实就何为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善道大师解释说 南无者即是归命 一时发愿回向 这就是一心归命 愿往生 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 这就是观佛本愿力 欲无空过者 能力速满足 功德大宝海 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说 一时一故 必得往生 同时我们也说到 天津菩萨之所以能够一心归命 正是因为观佛本愿力 他一节起行 云和观云和生信心 那么天津菩萨 你一心归命 你的信心怎么生起来的 我是这样 观佛本愿力 因为佛有如此的本愿力 有如此的净土的清净的庄严 所以我一心归命愿往生 来劝你们也一心归命愿往生 这叫一节起行 那么只要一心归命愿往生 这里边所有佛的本愿力 所有净土的清净功德庄严 都包含在 无外观如来名号当中 所以这叫行其解决 不在那里去说 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最后呢 就归在一心归命愿往生 观佛本愿归结点 归在一心归命 那么善尔大师就说 望佛本愿归结点 归在一项专念 所以这个呢 是完全脉络是一致的 同时呢 我今天呢 又想到 这首记字 刚才我们讲到 这首记字 其实和大经一首记字 很累同 哪一首记字 欺负本愿力 文明欲往生 结习道彼国 自治不退转 大经这首记字呢 其实是包含了 两首记字的内容 就包含了这个 归命记和本愿记 文明欲往生 就是 世尊我一心归命 尽时方无碍光如来 愿生安乐国 对不对 文明嘛 尽时方无碍光如来 是明嘛 愿生安乐国嘛 所以文明欲往生嘛 所以这一首记字 大经的这首记字呢 是包含了 天清菩萨讲的 这两首记字 可以讲是分和和的关系 在大经当中 容缩为一首记 那么天清菩萨呢 就把它分为 解门和行门两首记 是非常善巧的 非常的善巧 那后面说 文明欲往生 皆习道彼国 那么皆习道彼国 不就是欲无空过者吗 是不是啊 然后说呢 这个自治不退转 自治不退转不就是 素满足功德大饱海吗 所以 谭乱大师的 往生论注 最后 三愿速得不退 速得 这个成佛 阿诺多罗三个三菩提 那么就举到 这个不退转 如镇定句 下面第四点 往生论书记 前面我们 说了 往生论 四要 这个大义的时候呢 有四重 其中第二重呢 就是说明 为什么愿往生 接下来第三点呢 我们浓缩于四要记的时候呢 就对这首 为什么愿往生 这首记子 我们 并没有 放在四要记当中 那是因为它不重要吗 是因为它太重要 那么放在哪里呢 只是前面这个四要记呢 我们是根据五念门 一意对应的关系 所以呢 就浓缩于四要记 而这一首呢 记子 它是均衡的 分布在五念门当中 它等于是呢 贯穿于整个五念门的 所以我们不便于在这个五念门的记子当中 没有它的 一一明确对应的关系 但是它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专门呢 用一个 用一点来说明它 这首记子了解之后 前面的五念门 它才能够形成一个 有记的整体 既然 我依修多罗 真实功德下 说愿记总持 与佛教相应 论注 是此记啊 有二重意义 一是呢 陈尤婆提社名 二呢 陈尚三门 陈尚二门 如果我们大家 真心想学习 看到这样的文具呢 可以查一下 论注的原出处 这样你学习啊 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本来我们 学习网声论要义啊 就是为了我们将来 学习网声论注 打基础的 所以可以反复地翻查 你看 二百三十七页 最后一行 四臣尤婆提社名 又乘上启下计 前面是一行 解释三念门完了 这一行 他让大师呢 就说了有两点 两点一 乘尤婆提社这个名呢 然后乘上启下 然后就翻过来 二百三十八页 就举出这首记字 此一行 云和乘尤婆提社名 怎么叫乘尤婆提社呢 云和乘上三门 启下二门 他都有解释 这个解释呢 就比较深远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还是看 你们回去再看啊 我们看书 一百三十三页 所谓的 乘尤婆提社名 就是天津菩萨 以此即宣誓本论 能够成为 尤婆提社之名 他为什么能够 这个论有资格 他能叫做尤婆提社 就因为有这首记字 我已修度罗 真实功德相 与佛法相应的 入佛法之相 所以成为尤婆提社 下面呢 来说明 所谓的 乘上三门 和乞下二门 用此记呢 成立 礼拜 赞叹 作愿三门 叫乘上三门 上就是第一首记字 我一心归命 尽时方 无爱光如来 愿生安乐国 这叫上 这首记字里面 有三门 一心归命 是礼拜门 尽时方 无爱光如来 是赞叹门 愿生安乐国 是作愿门 乘着上三门 下面两门呢 起下二门 就是观察门 和回向门 升起 观察 回向二门 若无此记 则上三门 则上三门 不能成 下二门 无法起 那你想想看 这不散架了吗 这网生论就 就不成为 网生论了 也不叫 优破提舍了 所以这首记字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怎么成 怎么起 我们还没有解释 我们往下看 可知此记 贯穿于五念门 以及全论 论叫 油破提舍 它肯定是通贯 下面说了两个比喻 如同人身 有经络 而连持奔走 门户 以疏轴 而转动 开合 就是我们 这部网生论 之所以能够产生 自己本身 能够成为体系 而且也能够有 利益众生的功效 这一首记字 就像人的身体 要有经络 你如果有骨 虽然有骨骼 如果没有 这个五念门 就像骨骼一样 但如果你没有经络 给你缠在一起 那不就散架了吗 死人躺在里 也骨骼 那骨头是骨头 一截是一截的 有这五念 有这首记字的话 它就把所有的 身份骨骼 就连为一体的 你要抬抬起 要放去放下 所以它是非常综合性的 意义 作用非常明显 门户 就是我们这个门 这个门要开 要关 要转动的话 它一定要中间那个轴 这个轴 就是我们的这个门 后面 要一个 我们农村的门 就是一个扫等 里面有个小窝 然后一个轴 钻 开 就很方便 那么这个轴呢 这个轴就是这里的 这首记子 这首记子起了 这个轴的作用 能开能关 不然的话 这个门 就是焊了 死了 钉上去了 或者就散板了 没有用 所以关于这首记子呢 论著啊 它讲了三个一 我一修多罗 这个一呢 它说的 你看 还是看238页 唐朗大师 这种解释 简直是 文具真的简洁优美 它先解释 既言我与修多罗 与佛教相应 修多罗是佛经明 我论佛经义 与佛与经相应 一入佛法相顾 得名由佛提舍 名成敬 很简单 很干脆 为什么成这个名啊 这就完了 成上三门 起下二门 何所一 何故一 云何一 对这个一字 就解释为三点 何所一者 以修多罗 何故一者 以如来 及真实功德相顾 云何一者 修五年门相应顾 成上起下境 我也是读一遍 以后再学习再说 它这种解释 非常简略干净 我们还是看 书本134页 论著呢 做了何所一 何故一 云何一的三一事 具有很深的理论意义 这里呢 我们不妨 稍换一个角度 来浅显的说明 什么叫很深的理论意义呢 《网斯论著》啊 这是一本非常不简单 了不起的著作 它讲这个三一 是非常深的 这个三一 第一个讲何所一 其实就是 点出了我们 净土宗的正义经典 你依什么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人 学净土法门 搬出金刚经啊 搬出嫩严经啊 何所一 它不是以这个吗 以无量寿修多罗 所以呢 它是指我们 这一宗建立的 根本依据的经典 这个你想 它意义多深远 何故一 你为什么 以这个三不经啊 真实功德下 这就是叛教 就是凡夫众生 你依靠别的 圣道法门修行 你得不到真实功德 你不是如是修行相应 你唯有依据于 净土三不经 阿弥陀佛名号 或本愿力 你才可以得真实功德 如实修行相应 这就是叛教 第三点 云和医 那么怎么医呢 五念门 你能够这样 五念门去做 你就是医了这三不经 医了净土的 真实功德之相 这就是我们自己相成的 法义的 这个修学 解形修学的 具体的路径和方法 所以这个三一啊 它是我们整个净土中 建立的大更大的 大框架都有了 那我们这里呢 就不谈许多 天清菩萨一开章 己明是自己呢 一心归命 称明愿生 这在天清菩萨自己 当然不需要解释 可是呢 要成为优佛奇社之名 必须给出 佛经的理由 所以说 我以修多罗 真实功德相 就是说 他自己宣誓自己愿望生 当然无所谓 我愿望生就完了 但是他不是这么简单的 自己愿望生 他是要成为 系统的理论的 系统的理论依据 而普劝众生愿望生的 所以他这种地位和作用 他运设的目标 就是 优佛奇社 那么所以他必须要交代说 我这是 依修多罗 真实功德相 与佛教相应 他这样的说话 才可以起人幸福 所以 成优佛奇社名 不然的话 他不必要唠这个名声 唠这个名声 是为了他的权威性 可信度 然后普劝众生的 那么我们也一样的 我们学法 我们去红宣这个法门 你也一定得给出依据 我所讲的 我以修多罗 我是以无量寿经 我是以观无量寿经 我是以阿弥陀经 我是以龙树菩萨 天青菩萨 唐人文大师 道授大师 上道大师 你都要有依据 这样你才可以 具有说话的幸福力 由此说明 天青菩萨 与无量法门当中 选择往生净土 前青菩萨大菩萨了 他当然法门无量试验学 他学的太多了 千步论主 小乘论 造了五百步 大乘论造了五百步 智慧很高 仅次于龙树菩萨 诗相满心 诗相满心 大家讲什么意思知道吗 如果这样 可能做笔记的人就不知道了 怎么说一个诗相满心呢 就是菩萨有诗性 底下呢 诗注 诗行 诗回向到诗地 龙树菩萨是诗地的出地 天青菩萨是诗回向的最后 叫第十 他就到了诗回 诗相 就是诗回向的最后 第十回向 达到满心了 满就圆满 所以他的果位就是稍微一转 就就是出地了 这叫诗相满心 不是初心的 诗相里面也有初心 还有到最后圆满 他证的果位是这样 那么他于无量法门当中选择往生净土 说我愿往生 与十方净土当中呢 独愿西方极乐 极乐净土这一个净土 一切诗佛当中呢 他闺命哪一尊呢 弥陀一佛 我一心闺命 尽十方无碍光如来 然后愿生什么地方 愿生安乐国 那么这些呢 不是无来由的个人专爱 我自己就喜欢 他不是的 他是有一种系统的理论 在他本心当中也这样的 支撑着他 而是呢 一句经中佛所说 死佛 那么佛说的是什么呢 我以修多罗 真实功德相 就是我这样闺蜜愿往生 是干什么 是依据于无量寿三不经的 这是以修多罗 那么佛说的什么呢 真实功德相 那这里真实功德相 那么其他法门不都是真实功德相吗 其他的法华经 花眼经不是真实功德吗 也是 这个地方就要跟我结合起来 这怎么说呢 底下说的比较清楚 以经中佛所说 此佛及净土 对于我是真实功德之相 故我归命 称名 愿生 那么其他诸佛净土 暴徒很多呢 都是真实功德之相 那么对于你来说 你怎么得到 你得不到 那么你那你无法发起闺蜜愿身心啊 而一句净土三不经呢 这个净土 殊胜 暴徒的境界 是我们可以往生的 为什么 以佛的本月立 所以这样对我是真实功德之相 据说诸大菩萨 证悟无神法忍 那么他们那本身啊 一切自在无爱 毫无疑问 可是对于我这样的众生来讲 还有呢 普共诸众生来说 这个对于我们大家 都是真实功德之相 三界之内是染物的 没有真实功德 不谈 没有义 诸佛净土虽然真实功德 你没有 没法去 不相应 也没有用 这一切诸佛净土里面 没有阿弥陀佛净土 本愿立 对于我是真实功德相 所以这个真实功德相 这四个 这五个字 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跟我们的修行 跟我们的心 配合起 这句话 比较好 一句金中佛说 此佛 净净土 对于我 也就是下列凡夫 这些众生 在三界轮转 罪业甚至凡夫来说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 他是真实功德之下 这里就包含了 比较隐含的包含了 上的大师讲的两种生性 所以这个我字放在前面 是有它意义的 这本身就有寄生性在当中 这样的话 故我归命 我称名 这是我的真实功德 所以我当然归命真实功德 真实功德相在哪里 称笔如来明 如实修行相应 我称立弥陀名号 而这样的净土是我可以 往生的净土 所以我怨生这个净土 这样的话呢 礼拜门 赞叹门 和作愿门 三门 于是成立 所以成上三门 这就成立了 自自然然发起这样 归命称名 愿生 接下来 具体开展 其真实功德 是如何的 真实之相 就升起观察门 这个真实功德相 只是一句浓缩话 还没有解释啊 那么就把它呢 展开了 这就升起观察门了 此真实功德之相 不仅对于我一个人如此 而是对于所有的众生呢 皆平等如此 所谓欲无空过者 因此我作论硕计 成愿一切众生 与我共同往生 这怎么样 就是回向门 所以这首记子 它所谓的成上三门 起下二门 是你看像不像这个门户的轴啊 推啊 关啊 很自在 像这个经浪啊 奔走 连运奔走啊 都很自如 下面这 这一段呢 就结论 如上 从教门来说 五念门 皆一 真实功德相 一句而成立 这句话 怎么解释呢 就是如果从 教相来理解 这五念门呢 它成立五念门 不光是 成上三门 其实下面两门 也是依据这一句话 来成立的 那如果从行门来说呢 五念门 都是因为这一句而成就 所以行门什么 落实在我们众生这一边 你五念门修行有功德 都是因为这一句话 这首记子 真实功德相 不管你礼拜 你会得到真实功德 因为真实功德相 你礼拜的是阿弥陀佛 你要礼拜 张三礼四 王二麻子 那你又真实功德吗 那不行 你称名 为什么得真实功德 因为是阿弥陀佛 所以你称那名号 会得真实功德 你怨生这样的净土 为什么就可以得真实功德 因为是真实功德相的净土 包括观察 你为什么这样想象心目 你想就你想得来啊 各位啊 你想银行的钱想得来吗 你不是真实功德相啊 你想白想啊 但是阿弥陀佛的净土 他是真实功德相 你想你就有真实功德 哎呀 这个不可思议啊 所以观察门就能成就 那回相门呢 你回相门 你就可以让众生往上极了世界 你就可以真实的利益众生 如果没有真实功德相 没有这个法门 你说你回相给他 当然也有小小作用 多数来讲就是表示一个愿望 祝你长命百岁 他只活了十八岁 就是我们这个没有真实功德 你回相不成就的 也因为有了真实功德相 你不管自利利他 都可以成就 所以呢 五念门是这一句成就的 因彼佛真实功德 成就行者真实功德之故 且从语辩 而说成上三门 起下二门 这讲话的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这首祭词在中间 上面有三门 下面有两门 这样讲起来说 成上三门 起下二门 实际上呢 有彼佛真实功德 通其五门之行 这五门就是 都从这一 个真实功德起来的 也通成五门之德 通成通其 好 我们今天呢 这节课到这里 有彼佛真实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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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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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